欢迎回来热血日宗 胡水炎名气响亮 但事实上在晚清最有实力的商人 可以说是活药于云南的王翅 英国《太武士报》曾经评选 19世纪最有名的世界首富 他的排名是第四名 可见财力是有多雄厚了 王翅有很多地方跟胡水炎很像 包括父亲早逝 靠自己的努力脱贫 同样的很有胆识 不同的是胡水炎在晚年挥金如土 王翅始终相当勤俭自治 他更有着读书人 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热情 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 慈禧太后仓皇逃命 当时戴的银两不够用 王翅并没有看笑话 反而是命令他的人马 在慈禧所经之处 所有的商号必须要全力资助他 也难怪清朝大臣李鸿章感念在心 曾经说过王翅家的财库 就像是国库一般 真正的能够帮助人民 王老板 这钱玩来玩去 这不又玩到你王翅的药包里呢 老夫 太夫 康大人 这有钱大家赚 民间流传 经有胡雪炎 古有陶珠宫 但很多人不知道 晚清的一代钱王 王翅 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一位三代一品的红顶商人 生在混乱的清朝 王翅并非含着金汤匙出身 反倒父亲早逝 从小就和母亲相依为命 家中一瓶如洗 连母亲生病了 药都买不起 他为了要扛起家计 所以他母亲变卖他们家的 这个首饰 然后呢 给凑了二十两 他就开始就从 在红溪购买一些徒布 然后到附近 像那个盘西啊 然后这些地方 开始去做贩卖 然后把当地的红糖 再买回来 这是咱们家的珠宝银票 都是王家几代人传下来的 还有你爹临终前 留下的两本书 你要不要也从今天开始 做生意跑马帮去自立 最糟不过如此 王室的母亲将家中所有家当 通通给了儿子 赌的是一口气 更是一个能让王家翻身的机会 争气的王室就靠着一匹马 展开艰辛旅途 在一个穷山二水 那要运输一些这个货品 那需要用这个马来运输嘛 那中间也会遇到一些土匪 所以他来组织一个马帮 从什么都不会的矛头小伙子 到成立马帮 王志在建水 卢西 失踪 还有秋北一带往返 饭于百货 二十几岁已经在滇南一带 小有名气 人称滇南王寺 王赤正靠着胆大机敏 和为人侠义的个性 好几次将危机化为转机 三贼围着他 他不害怕 他指明要借三贼的头目 然后跟他小义大义之后 他留下了一半的货物 送给了这个JP三贼 那这只之后 搭向了滇南王寺的名号 马帮名气越左越大 不过王赤并没有因此自豪 反而更加珍惜羽毛 你说呀 不穿烟管 不穿妓院 不穿冬草 我还当你不知道呢 当今天起 我还要立个规矩 往后 无论是逢年过节 还是红白喜事 东家一律不说贺旅凤银 如果有谁是坏了这个规矩 王赤就请他另谋高就 绝不含糊 1866年 王赤在四川设立了商行 天顺祥 提供了一个贩售平台 赚取利润 后来还成立了钱庄 犹如现在的银行 而且聪明的王赤 在当时就熟知做生意 要找靠山的道理 恰巧一个天大的好机会 就这么降临王赤眼前 龙文要说得明白 借期一年 到期归还 不是白用 如果我能够在这么短暂的时间 筹到白银万两 一来可以显示我商行的实力 那二来也可以让人们放心 来我这边存提银两 为了改善川研生产 政府急需用钱 却无银可拨 只得向商界筹建 在没人愿意承担风险时 王赤一肩扛下 为数不小的白银十万两 四处奔波后 不出十天 果真传出了好消息 故事白银 十万两千六百五十四两 齐了东亚 要把钱捐出来的时候呢 叫人把银子整个单在干嘛街上 然后送到干嘛呢 政府的办公室 而且翘落打鼓的说他做到这件事情了 等于说他用这个当做广告 自此声明大噪 王赤打通黑白两道 商途走得顺遂 后来更设置 同庆丰为总号 分号更是遍及全国 英国太晤士报 将王赤评选为世界首富第四名 有人给他当时的 他的钱庄叫做同庆丰 算过一笔账 说从光绪十三年到宣统三年 这二十五年间 当他的鸿利 盈余的鸿利 达到三百八九万 那三百八九万到底是多少钱呢 我们换算成现在台币的话呢 一百一十六亿左右 李鸿章也曾将王赤誉为清廷国库 不过再怎么有钱 王赤始终秉持着以德经商 以德福人 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法军入侵到云南的时候 然后呢 占了电阅铁路 他出钱把电阅铁路买回来 赵总本 立刻给山西太原 陕西西安各分号把电宝 太后西先所到之后 所有费用 均由我天税将无偿提供 就连一九零零年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慈禧仓皇出逃 背后晶元的财主 也是王赤 王赤呢 他就是命令 他的各省的这个钱庄 只要是西太后 慈禧太后经过的地方 就给他赞助 需要什么样的这个钱 就提供 圣迟到 王赤皆旨 慈禧回北京后 将王赤封为二品官 还亲赐王赤三代一品的 封典牌坊 那个时代 商战时期来说的话 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耳鱼我诈的 而且就是 除兴趣要消灭对手 他不是 他宁可在商场上多交一个朋友 也不要多一个敌人 走过六十八个春秋 王赤在自己的钱庄过世 最终安藏在青山绿水的家乡 从古至今 名义重德的商人本来就不多 王赤不只靠着雄厚财力写下辉煌历史 他的营商谋略和豪情一举 更在他生命化为尘土后 依旧万事流芳 像王赤这样的一位爱国商人 最后不是因为钱服人 而是以德服人 可见人死了之后 钱财带不走 但是能够流芳百事传下来的 是他的风骨还有态度 而商场上可不是只有男人 才能够一展长才 休息一下 我们要带大家来认识 中国最早流民侵蚀的女商人 八寡父亲 马上回来 就 knights想下午 激